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第一隻的今日推介 就是一隻Kaki 這隻Kaki就是一隻Kaki Frame的系列 其實提到Hamilton 其實今年如果你還未選購一隻Hamilton的話 我強烈建議你 擁有一隻Hamilton 因為今年應該是Hamilton 就會收回全香港的AD 甚至乎有機會聽聞消息 東南亞的AD都會收回 Hamilton無論他的去向如何 我相信他收回所有AD之後 自己開專門點 價錢應該是沒那麼優惠 所以你如果還未用一隻 那麼出名的Hamilton的軍標仔 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的主角分別有兩個標米近期 都和我訂購了這隻手錶 那我就 有一隻 回來了 有一隻下星期回來了 所以我就 借著那個標迷的一隻 拍片介紹給大家 看看有沒有其他標迷喜歡 這個Hamilton的標盒 看看Hamilton的手錶 這隻Hamilton的Kaki 就是一隻38M的 標徑的Kaki 是屬於細標徑 細標徑 你看到其實 細標徑有細標徑的味道 小隻的 這隻Hamilton的手錶 就有這個Kaki 的系列 Altomatic 布局比較豐富 看下去的標盤 亦都是配搭了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防反射塗層 一個單瀑的藍寶石 瀑布地震 而且它的透光度都很清晰 用了黑色的Dial 我看看它的拉近鏡頭 其實這個標盤 看不看到 阿拉伯素目指 其實 做了一個 阿拉伯素目指 黑底白字 其實圍邊的位置 也有唱片盤文 周遭的旁邊的位置 也有條紙的黑度 其實整個標盤 挺豐富的 再加上了 時分針 剛剛刻到好處 那個長度 比例上做得很好 Hammerton這個38M的Kaki 其實今年 或者這兩年 其實潮流 開始的標都縮小一點 例如最近的 Omega 38M 或者Explorer 36M Kaki 這個38M 亦都是屬於一個 細標徑 一個boy size的 尺寸 其實這隻標是 全不受鋼的外殼 我今天介紹這隻 再加上了 藍寶石玻璃錶面 配搭了80小時動力儲能的 H-10機芯 這個機芯 28,800 做了80小時儲能 一個全自動機械機芯 加上可以手上發條 我先試一下 標觀 標觀位置 擺在三點位置 我試一下拉近鏡頭 你看到 上面也有Kaki Hammerton的Logo 你看到標觀位置 就是有一個 有一點點 標觀位置 上面有一個Logo 有一點點拋光 軟玻璃邊的位置 你看到它做了一個 不受鋼拋光的標圈 然後標腳位置 做了拉絲不受鋼 旁邊部分也做了拉絲花紋 好了 錶帶方面 亦都是做了一條 實心的不受鋼錶帶 做了一點點 你看到它是 錶帶 中間有一條坑紋 一條錶帶 挺特別的 然後 它的造工也是一個工具標設計 所以旁邊的機身部分 都做了拉絲花紋 好處就是 撞花了的時候 沒那麼覺眼 要做拉絲花紋 試一下拉遠鏡頭給大家看 標扣位置 就是要彈一下 雖然做了長扣 但只有一個洞 眉條位 上面也有Hammerton的Logo 做了拉絲花紋 扣又挺實正的 按鍵打開 他做了厚橋 寫著Stinger Steel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底蓋 上面也寫著 Hammerton Swiss May 然後 寫著 Water Resist 10個巴的防水 那鎖椅 他其實也做了一個 通洞和花紋 寫著了Hammerton 鎖椅 那裏 做了透視的底蓋 80小時的動力儲能機身 就是一個好處 好處就是 當你配戴的時候 真是星期六日 我放下的手錶 星期一拿起來 配戴的時候 都不需要再教過時間 我相信你擁有72小時 或70小時以上的機身 儲能值的機身 機械的標的標迷 一定知道豬仔說什麼 或者你用41小時的動力儲能 你都會明白 每兩天 就要 可能會停了 會教教 這個就不需要 80小時的動力儲能 我們看一下 他的官網就寫 黑色標盤 黑度和時針 都有Superluminofa 我們看看他的超強夜光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看看有沒有世界級夜光 原來時分針加上 阿拉伯數目字 再加上圍邊的黑度上的點點 都有夜光 一起看那個夜光 夜光都可以的 清晰容易看 好了 向上轉動 上發條 踢起了標關 有停秒功能 有停秒功能 我試試向下轉動 轉的手感很好 調時分針的時候 手感非常棒 1個12點就跳了6號 也是一個快條 好了 調到6點多鐘 衝撥這個位置 我們 跟著半格教過日力槍 我喜歡這種手感 就是略為緊一點 標關 我喜歡比較緊 新一點 其實沒有說緊好一點 還是鬆好一點 但我習慣上 我覺得緊一點 安全感大一點 好了 這個標就是 全北壽鋼 36L外殼 有些標迷 之前就 WhatsApp 我之前就看過一些皮帶 已經擁有皮帶 有沒有鋼帶款 我也想找一隻 所以就有兩個標迷 訂了 這隻 Kaki 38M 不受鋼帶 測試一下直徑和重量 給大家看 重量方面 官網也沒有寫 我試試看 給大家看 一隻瑞士製造 瑞士基森的 Hammerton 究竟多重呢 全北壽鋼帶 不算很重 132克 沒有潛水錶那麼重 但是38M來說 也算有點質感 直徑方面 38M 38M 的標徑 厚度方面 是10.6mm的厚度 而Lut to Lut 47 46 帶上去豬仔 14.8 手腕 又做了口橋 又有南保 瑞士製造 還有 80小時動力儲能 機芯 會不會很貴 這個Hammerton 其實OK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 Hammerton的手錶 真是值得 還有 耳蓋 我發覺戴上去後 它有微微向入彎曲 所以戴上去 不會很廣 整個標形 還有標面 我喜歡它 很豐富 這個配搭 有一點軍美的配搭 豬仔推薦 多少錢 Hammerton 38M CarKid 建議零售價 5950 5950 現在 網上的那些不能作準 有些買到7000多 因為應該是 香港都收回代理的貨 都沒有貨 如果全新標 有人買到7100 7700 也有 5950 也有 豬仔推薦 超信價 多少錢 二手 有些4900多 都有 豬仔推薦 超信價 Hammerton 也有原裝盒 吊牌 保養證 那些 做回兩年保養給大家 一個兩年的全球國際保 豬仔超信價 推薦 優惠給我的標籤 4700 4700 但我手上的兩隻現貨 就不能給你了 因為 手上的一隻現貨 下星期到 一隻也不能給你了 因為有標籤訂購了 等了 10多天 如果你有興趣的標籤 就找豬仔訂購 38M Hamerton Kaki款 因為豬仔的手也比較小 所以戴38M 我自己覺得 會比較舒服 網絡上也比較舒服 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細標籤 38M Kaki Kaki 希望你喜歡豬仔的推薦 4700 有心 有喜歡的標籤 可以Whatsapp 因為昨天 豬仔Whatsapp 不知道為什麼 用不了 不知道是被騙了還是怎樣 總之 現在就正常回了 好了 心動的你 立即行動 盡快找我 這麼便宜的Hamerton 因為 我猜很快 專門店 好像就開了 還有幾個月就開了 在銅鑼灣 如果喜歡這隻標籤的你 就盡快找我 Hamerton的Kaki Kaki 38M 4700 我們下集見 拜拜